鬼灭之刃鬼杀对剑士所掌握呼吸法设定 让人类角色以肉身之躯与鬼一较高下 从初代的日之呼吸辗转分歧 不同呼吸法可以被延展成新的体系 也能由剑士资深发明新技术 目前作品已经完结 许多粉丝的分析也告一段落 日本动画娱乐网站BB整理出鬼灭之刃最强的十种呼吸法 并各自介绍它们的特性 有些收束成某分支类型解释 这之中与大家的预测相同吗 第十名 花之呼吸 花之呼吸是水之呼吸的分支 剧情中丽花洛乡奈乎曾使用花之呼吸的最后奥一笔暗珠眼 利用呼吸法向眼球加压 进而让动态视力达到人类巅峰 视野中的物件如子弹时间缓速 名称曲子招是下血染眼膜的特色 但伴随失明危险 第九名 蛇之呼吸 蛇之呼吸是水之呼吸的眼神 作为蛇柱的一黑小巴内 与狄丸白蛇一起行动 它的日轮刀和炼柱甘露丝秘率呈现 具有弹性直弯曲貌 在剧情下配合呼吸法 做出如大蛇弯长距离的斩击 甚至从细缝形死角攻击 也能大范围将若干鬼击杀 第八名 蛇之呼吸 蛇之呼吸是风之呼吸的眼神 由蛇柱天才剑士 石头无一郎所掌握 在速度与攻击范围取得平衡 剧情中曾使用的蛇之呼吸 其知形 龙被设定为敌人未见识过的技术 在云雾中消失 快速移动的呼吸法 可能有时错误一郎独创 第七名 水之呼吸 作为最常见的基础呼吸法 却有十种基础招式 主角探致狼鼠之 许多肉小鬼杀队成员 因为能力不足便砍不出水化特效 而在水柱富刚一有 独创的水之呼吸十一之行 之 能够在宁静止水的镜像中 做出自身范围内的防御斩击 使敌人攻击无效 第六名 雷之呼吸 属于基础呼吸法的异环 由于三家之一我七善一所掌握 但它只学会第一行 霹雳一闪 却也同时由第一行开发出更多联机变体 甚至能使出最快速的神速 在剧情发展中 我七善一更开创雷之呼吸 七支型火雷神 亮剑与金色雷龙伴随途径 展现威力十足的剑术 第五名 风之呼吸 属于基础呼吸法异环 由风格不死穿石迷所掌握 且在招式中暗藏语文奥妙 具代表性的风之呼吸 第三行 晴朗风术 含有吊咽父母的术玉镜 而风不止意味 贴合角色在家庭背景长大的冲突剧情 第四名 颜之呼吸 属于基础呼吸法异环 电影版《无线列车》中登场的 炎柱链鱼性瘦狼所掌握 是爆发能力优异的呼吸法剑术 第三名 颜之呼吸 属于基础呼吸法异环 炎柱悲悯与形 在高大身材与角色塑造呈现高反差 是鬼杀队最年长的角色 实际上是最强的九州剑士 在设定上以强大力量超越普通日轮刀 于是委托工匠以阳刚打造炼斧与流星锤 炎之呼吸原本擅长防御 但悲悯与形勉配合两种武器 在限剧重量却保有变化的共识 剧情中没有交代剂子呼吸法继承人 第二名 预之呼吸 十二轨跃中的上弦之一 黑子某以16种呼吸剑剂设定脱颖而出 在剧情中仅表现出十一种招式 其对话兄弟两人一起猎鬼 这令人怀念 透露出曾身为人类 并是鬼杀队身份的事实 除了本身成为鬼后的经历变化 预之呼吸法在发展上也接近本源 但也暗示无法成为的距离 第一名 预之呼吸 继国原一作为无庸置疑的呼吸法始祖 处于微妙觉传状态 所有的呼吸法都是其衍生 甚至猎化版本 而完成形态将其预之呼吸十二种招式主意使出 并火之神神乐武作为后船 如会贯通后得以体现日之呼吸共识三行